各位早晨 今天是7月31日星期五 美國昨天公布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季限跌32.9% 比市場預期的34.7%跌幅好 但仍然創造了歷來最大的跌幅 令到美股早段向下 但初段跌完後稍微有買來買上 最後美股都是低開高走 三大指數個別發展 道指跌0.9% 標普500跌0.4% 納指升0.4% 美股表現不是太差 大家關注美國企業業績 公布後會否見光線 因為一些科技股炒到偏高水平 收市後公布了科技業績 大部分都比預期好 帶動美股期貨最新反彈近8點 令港股今天受大動之下輕微高開 高開36點開報 24747點 現時升幅擴闊到接近200點 都要去上249點的水平 正如昨天說 對於美國科技股業績的預期 不是太差的 其實不是見聲講聲 其實你看看之前的一些說法 我都覺得不是太差 當然有機會 即使業績順預期 有機會出現一個調整 調整反而是買貨的時機 長線的走勢不是太擔心 但是 美股科技股大動 美股可以向上 究竟港股是否可以受到大動呢 我們看看市場的反應 因為港股每次 近幾天 其實彈到25,000左右都有沽壓 很多時會是一個高開低 或者衝高回落的走勢 所以這個是要小心一點 但是情況 我覺得比較 是不太悲觀的 但是 真是 未必一定要看著大市 因為大市的上落不是太大 其實那個區間 都在24,600至25,000左右 即它跌又不是很跌得下 你跌到那麼多 也都會有人買回 當然買力 就不及之前的反彈聲勢 那時候那麼強勁 但是 其實只要大市 不是軟的情況 都未必需要太擔心著 目前 其實都是看回區間上落 就是24,600至25,000點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向上或者向下突破 好了